好,当然,这个我们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最推行的就是医疗改革 实际上我们讲的医疗改革,我们的全民健保这个名字一出来以后 大家都想到台湾的全民健保是政府来主导 然后又提供很便宜的费用给全民有健康保险 可是美国的全民健保是由政府来主导 可是呢,是强迫人民必须买保险 所以现在在宪法法庭里面,在美国的很多州里面 甚至于州政府在控告联邦政府 这个法案是不是医疗改革法案,是不是合法的 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并不能够强迫老百姓 真的去买任何的商品 那实际上健康保险,他们如果把也界定为一个商品的话 那这个东西到现在还是很有争议的 可是呢,对华裔朋友对这个健保改革实施了以后的感觉是什么呢 那真的叫做还不如没有 原因是第一个,医院叫苦连天 医生叫苦连天 因为他们所能够从保险公司拿到费用 只有一再的减少,而好像没有再增加 而这个所有消费者也感觉到说 他的保费只有在增加 可他的福利并没有增加 可是又制定了法律,保险公司实际上也是一个受害者 为什么讲保险公司受害者 定了这个法律说 你的营业额的100块钱的收入 你有85块,必须直接用于理赔 那至于说年付A9的commission 公司的运营开销,也接付股东的权益 就从剩下的15%里面来支付 那这样子的话,整个结算下来 保险公司,就像说我们保险从业人员 大家都可能知道是从过去的commission 这一刀砍下来 把我们的收入不只是砍了50% 砍了超过了60几个% 所以说很多人对医疗健保的话 很多A9保险经纪人 甚至说不如归去 很多老的A9退休了 新的A9不愿意进来 那到底这个我们医疗健保 对全民到底造成什么好处 那是不是能够控制 像医疗健保改革 我们所想到的是 如果能够control涨价的幅度 control药厂 不要那么这样增加费用 整个让我们现在的健康保险 能够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之下 不要在每年10个% 15个%上涨了 是我们大家全民的希望 可是这一次全民健保里面 并没有提到这一部分 还是让这个物价继续的上涨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看到是全盘皆输 也因为欧巴马推行的 全民健保政策 所以在这个2010年 年底的这个选举里面 民主党大败 共和党又起来了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可以反映的出来说 可能目前全民对健康保险的 改革的部分 还是不满意的 那我们当然很希望说 这个有大家有及时广益 能够借进台湾的 这个医疗改革的一些成果 然后能够把很多国外的 这个借进 好的借进 如果能够引进到美国来的话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 所有人在这边的侨胞 也都能受益 这个是我们所中心期望看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